若宇同学,你终于来了,好几年不见,你更加漂亮了 一向自信优雅的赵涛赵大公子 在萧若宇出现的一瞬间 竟然也露出了一丝少有的紧张 是啊,我之前的号被盗了 都没留下大家的联系方式,很抱歉啊 萧若宇客气地回答 这时,你站起来说道 萧若宇同学,三年不见,都快彻底失联了 加个好友吧,免得以后又找不到你人了 你大大方方地开口索要联系方式 完全没有把赵涛放在眼里 在系统绑定之前,你内心有过一丝期待 你期待萧若宇能对你有不错的好感度 当年你虽然没有勇气向他表白 但至少有过付出 你曾为萧若宇打过架 也在他回家的路上偷偷跟随过 就是为了能保护他 说句心里话,你做的这些 其实很希望能被萧若宇看到 可显然,现实是残酷的 萧若宇看你的眼神 仿佛对你根本没什么印象 在女神眼中,你从头到尾都只是个路人甲而已 同学你是? 李健,你不记得了吗? 我以前坐你后面来着 哦,李健,是你啊,我想起来了 萧若宇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他似乎真的想起了你这个人 当然,到底是不是真的想起来了 就不得而知了 你心里面有些难受,有些心酸 这时你才发现 原来在萧若宇心中 你从未有过任何存在感 即使你曾经默默付出过很多 可这些又和萧若宇有什么关系呢? 一个各方面条件都极为优秀的女生 凭什么要在乎一个普通的男生呢? 以前你是小透明 可现在,你要当人群中最靓的仔 你扫我吧 你也不客套 直接掏出手机 好的,萧若宇点了点头 拿出手机,扫了一下 他也没拒绝 赵涛看着萧若宇真的加了你的好友 心情很不爽 你特么一个路人甲 不在一边凉快 跑在女神面前刷什么存在感呢? 你大业的,还特么贼心不死呢? 就你这癞蛤蟆也想吃天鹅肉 赵涛心里疯狂咒骂 可表面依旧很平静 李健,你去叫服务员上菜吧 顺便去外面买几副扑克牌 隔几个无聊的可以打打牌 他吩咐你做事 就仿佛吩咐一个小弟 桌上不是有扑克牌吗? 你指了指,桌上一副崭新的扑克 让你买就去买 费什么话 就一副牌,这么多人怎么玩 咱们又不是来打牌的 你小子还真把自己当根葱了 我特么给你脸了 李健,我说你小子怎么越来越杠精了 人家涛总让你去买两副牌 你买就完了呗 是不是没钱啊 要不给你二十块 比比赖赖干啥呢 王伟突然插嘴道 咦,原来他是李健啊 刚才都没认出来 我听一个沙大的朋友说过 李健这家伙好像在他们学校还有点名气 呵呵,不过是当田狗当出了名 你们不知道 这家伙从大一的时候 就开始追一个女生 追了三年都没追到 为了给人买水果手机 买名牌包包 他自己生活费不够用 就经常找刘哲借钱 为了这件事情 我跟刘哲不知道炒过多少次价 要不是因为李健 我和刘哲也许根本就不会分手 廖家突然说道 大姐,你讲讲道理行故 你特么和刘哲分手 跟我找他借钱有一毛钱关系吗 而且老子什么时候经常借了 总共也就借过三回 刘哲自己一个月生活费两千 给你一千二 只有三个月没给 你就记在心里了 廖家这番话 瞬间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在场的所有同学 一个个面面相去 无论男生女生 看你的眼神 都带着一丝鄙夷之色 一波波嘲讽 一波波议论 让现场的气氛 极为尴尬 李健 我说你也是 如果你真的缺钱 可以找我啊 干嘛要去为难刘哲呢 还害得人家小两口的矛盾 赵涛一副很讲义气的样子 似乎真有同学遇到困难 他都很愿意 慷慨解囊 看着你被廖家指责 被同学嘲讽 赵涛心中其实畅快无比 今天这波装十三打脸 简直完美 利用你的卑劣 来衬托他赵大公子的高尚 而且还当着萧若宇的面 简直不要太爽 让你小子不老实 这时班长金梦瑶说话了 大家停一下 今天咱们不聊其他事情 也不谈私人感情问题 大家伙好不容易聚一次 别把气氛搞得这么僵硬 他是个情商挺高的人 和每一个同学 几乎都能打成一片 有他出面 包厢里面的气氛 稍微缓和了一点 接下来 大家就各种吹吹 完全把你当成了透明人 这一刻你不打算装了 你要在老同学面前 狠狠地装一次十三 刚好你前天加了一个 富二代的裙 并且你还是裙主 你爱特了所有人 然后发出一条消息 老子要装十三 九州大饭店集合